我觉得我们的关系 可以改变一下 姐 现在再提这个有点太晚了 我们这边可以跟导演组商量商量 但是 不能保证 我知道 我明白 我明白 好好好 好 拜拜姐 怎么说 她说他们家刘晓宁必须压轴出场 不然就不来了 刘晓宁压轴 真开玩笑了嘛 本来是谁啊 贾斯汀 我都行 在我这儿谁家都一样 你们协调明了就好 要不 换人吧 那不行 我这物料台本一环扣一环的 调调顺序还可以 要是换人的话我就彻底乱了套了 老大 要不我去跟贾斯林那边沟通试试 行吗 小阳 丹姐 我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对了 丹姐 我上次推荐你那家火锅店好吃吗 火锅店 就是杨佳萍那家 我知道了 你过来远吗 不远 丹姐 真的让我直接上去跟贾斯说吗 会不会 我担心不太好 没事 好 放心吧 相信我 走 贝贝 好 杨同学 人家 丹姐 我她 她也是丹姐 她是现实生活中的丹姐 我是你的网友丹姐 谢谢 贾老师 这 是真的吗 我真的是贾老师 也真的是 一直和你聊天的担心 怪不得你每次只发文字 不瞒你说 我还见过你的母亲大人 什么时候 怎么可能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 我还为她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行了 总之我没有骗你 你今天以一统的身份 来找我 聊点正事 对 我们这一次呢是准备 来 合同拿来吧 好 那你一边看合同 一边跟你详细说一下 不用了 你又不会坑我 是 是了 那我肯定是不会坑你了 不就是让出压轴吗 多大点事啊 对吧 姐 其实 作为迷思 我是很不愿意了 但是 其实作为贾斯丁 我也不愿意 但是作为你的网友 能帮你解决一个 这么大的难题 我觉得 就这样吧 但这样你 当然了 我也是有私心的 其实业务上的事呢 你跟丹姐 在手机上就可以沟通了 你知道为什么叫你过来吗 为什么 我觉得 我们的关系 可以改变一下 我们 不是已经从 女网友和女网友 变成了 男网友和女网友吗 还要怎么 我呢 其实比你以为的 更了解你 丹姐需要一个 信得过的帮手 我也需要一个 能聊得来的人 所以 你愿意过来帮我们吗 这我 咋啦 从男网友和女网友 变成男同事和女同事 你还不满意呢 来我这儿做执行 你可不吃亏 每年都有年底大红包 带薪休假 而且我的工资 开得也不低哦 贾老师 我 我现在工作 干得挺好的 这样 你不用急着拒绝 我们一次样的同学 回去先好好考虑考虑 变成录 贾老师 柜